主席 有好複雜的名詞 有一國兩制 有一國兩區 有一國四區 請問賴主委有沒有聽過一席兩區 沒有欸 沒有 一席兩區就是加一四分東西區 我一席管兩區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要討論就要討論清楚 一國兩區根據你的說法 陸委會正式的一個新聞稿 告訴大家說一國所指的就是 中華民國對不對 那我請教賴主委 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對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對他們而言是啊 對他們而言對你不是 對兩岸關係來講 賴主委 如果你現在去各界 你去世界各國問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認為答案會是什麼 答案應該是 國際社會認為 國際社會認為是 所以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請問這是一國還是兩國 對外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對國際嘛 對內我們也是中華民國 但是就兩岸關係 對台灣人民在宣稱嘛 你們整個政府都在騙嘛 全世界來這樣好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 是 全世界承認它有幾個國家 有一百多個 一百多個 承認中華民國有幾個 二十三個 對嘛 所以有二十三個國家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有一百多個國家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是一國還兩國 在國際上我們對外就是一個獨立主權獨立的國家 賴主委 這個非常簡單的題目啦 不必在這裡應變 來 我們陳委員出的題目比較難 我出的題目比較簡單 來 我們也來識別一下 這位是誰 陳院長 陳院長 那這位是誰 溫家寶先生 溫家寶先生 你都一直在談憲法 剛好我是學憲法教憲法的 我來請教你一下 陳聰院長根據憲法五十三條他是什麼 他是中華民國行政院的院長 所以是全國的最高行政首長 對 那他是什麼 他就是 這個國務院的總理 中國大陸國務院的總理嘛 哪一國的國務院總理你告訴我嘛 就是有關大陸的這個 就我們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他就是大陸地區的 大陸地區的那個 大陸地區的那個 大陸地區的這個 國務院的總理 沒有這麼複雜啦 大家都在笑的啦 沒有這麼複雜啦 這個是誰 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嘛 對不對 依據憲法的規定 他是全國最高的行政首長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誰 全世界都認識的啊 誰 就是 某某國家的 沒有錯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他們對外是這樣嗎 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國務院總理嘛 但是這裡有兩個層次 所以這樣是一國還兩國 這有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說 我們在談兩岸關係的時候 因為主權互承認 我不必急啦 第二題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 昨天剛剛選出來的 香港特區特首嘛 梁振英 梁振英 這個人是誰 我們馬總統啊 嗯 這個是香港特區對不對 嗯 這個是台灣地區對不對 嗯 這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又來了你看嘛 沒有當然啦 因為這是依照憲法宣示的啊 中華民國總統 這個是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院長 根據憲法五十三條規定 他是最高的行政首長 這個是 對內不能講 所以是 國務院總理 然後這個你告訴我說 這是昨天選出來的香港特區的行政首長 嗯 那這個是什麼 台灣地區 根據你講的嘛 針修條文第十一條嘛 台灣地區的最高領導人是這樣嗎 這個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坦白講 來主委 他們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香港地區 當然不一樣啊 台灣地區 這完全不一樣 我們是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法 又來了嘛 而就任的總統嘛 委員坦白講 就立場來講 我是反對這樣並列的 因為這樣是自我矮化 我們是中華民國 沒有啊 你為什麼要跟一個香港特區來比啊 你最怕這樣子並列 對不對 為什麼 不是我最怕 我不同意這樣 你不同意把它並在一起吧 當然啊 因為我們是中華民國 為什麼 你把剛剛那四個字再講一遍 因為我們就是依照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 四個字 沒有這麼多字啦 你擔心的是自我矮化嘛 是不是主委 你認為這樣的方式 你如果嘗試把我們總統來跟這個香港的特區首長來並列 這個時間 就是矮化 主委你認為這樣的話會造成矮化的一個懷疑嗎 對不對 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好 我現在要告訴你的 為什麼大家爭論了這麼久 其實我們最擔心的就是什麼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矮化 為什麼 因為你剛剛告訴我那麼清楚 你如果全世界問下去 一百多個國家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結果現在台灣自己宣稱說 我是一國兩區裡面的一區 那請問你 對這個一百多個國家裡面來講 他們的一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指中華民國 國際的現實是這樣 國際的現實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就是民進黨擔心的嘛 你們把自己矮化掉了嘛 把台灣的主權引力掉了嘛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所以告訴你這麼久就是這個問題 沒有 好來 委員 我們沒有把自己矮化 我們是陳述是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香港特區 台灣特區 你們如果繼續講一國兩區 大家就會這樣並列 而且在國際上 就是認為 你跟香港的特首梁正義是同樣的地位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 要來強調跟宣誓 主委 謝謝 謝謝 我現在回到我們的主題來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包括我們的人 台灣人民到大陸地區去擔任所謂的職務 對不對 公職 或是黨職 或是君職 對不對 請問你喔 這幾年來到底有幾個人 呃 我們有對 有政協的一些 呃一些歷史 但是因為有一些已經被勸退了 主委我這樣請教你 主委我這樣請教你好了 有沒有聽過吳小麗 有 有沒有聽過葉春榮 有 有沒有聽過林家榮 有 有沒有聽過洪文正 呃 洪文正 不是這個林家榮委員 哈哈 林家榮 林家榮 好來 洪文正有沒有 洪文正我沒有聽過 汪阿輝有沒有 呃有 有 劉竹誠有沒有 呃有 來 這麼多人裡面齁 哪一項 依照我們現在入委會的主管項目 兩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三條 還有第九十條 哪一項有裁罰過 呃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裁罰 對 不然你們訂在這裡做什麼 訂好看的嘛 跟你們共產民國憲觀一樣 好看的嘛 裝飾用 那一位翁先生喔 他就 勸導溝通後 他就退了 勸導溝通後 就退了 來我請教你齁 你們今天的報告裡面齁 有沒有提到這些人民 人民沒有提到 沒有提到 有沒有提到這些案例 案例 個別的案例沒有提到 但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你們今天的報告在報告什麼 你們今天的報告在報告什麼 你們今天的報告在報告什麼 本委員會 我們的召集人 嗯 這麼辛苦的要求你來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這件事情 結果你們拿來報告啊 謝謝啊 這樣而已 跟你們把憲法的研碼 這裝飾用 沒有沒有 我們很嚴肅的在照面對這個問題 沒關係我再請教你 我再請教你喔 林家榮 林家榮這一位小姐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 最近在報章雜事看到海基會董事長江炳坤 嗯 接受南都採訪的時候 他說 台胞在大陸擔任政協這件事情 將提上江城會議的議程 準備要開放台灣人民 可以在中國擔任政協 有沒有這回事 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不可能有這麼一回事 不可能有這麼一回事 這個是正式的文書齁 林家榮講的就是說 江炳坤有同意 啊這拿出來說 以後政協可以了 跟我們蔡政委委員剛才寫說 沒那麼嚴重嘛 當當政協有什麼不可以吧 江城會絕對喔 不會去談這種 不會去談這個問題 絕對不會 所以如果江炳坤有這樣做 他是交所犯罪對不對 但是我們 通常這幾年都會透過海基會 因為他們跟台商很熟 江炳坤是不是海基會的董事長 對 對 如果現在海基會 告訴所有在 在中國擔任政協的台灣同胞說 唉以後擔任政協不用怕啦 我們會來調整 這樣算不算交所犯罪 我相信江董事長不會這樣說 不會這樣做啦 如果有的話 不會這樣說 我下次再跟你討論細節 如果有的話 這樣就交所犯罪了 這個是陸委會不允許的嗎 陸委會不會這樣授權 還是江董事長也不甩你嗎 反正吳波翔也不甩你嘛 因為海基會執行的是 江董事長也不甩你 沒有人甩你嘛 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委員不是這樣 今天看起來就沒有人甩你嘛 就是說海基會所執行的公權力相關的 都是要經過授權的 來好 這樣 來我請那個國安局副局長 委員好 來副局長 請教你喔 根據國安局的掌握 現在台灣人民在中國擔任政協的有多少人 這個我沒有掌握 但是數計喔 因為我們這個是 這樣 要給我講一下 10個還是20個還是30個還是100個 因為這個有分了好幾個層次 你們通通有掌握嘛對不對 你們通通有掌握嘛對不對 這些內容有沒有報告給陸委會知道 我們會分批韓宋 分批韓宋 韓宋過了沒有 韓宋有韓宋 韓宋過了 那換句話說 其實已經有相當的案例在陸委會的手上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 那有沒有 陸委會剛才主委也說啦 從來沒有採罰過嘛 來副局長 我再問你 欸賴主委我還沒有請教你 副主委 啊 台郵要在我們講一下 說台財有幾個 這個我 特聘特約的不算 因為這個數計喔 這必須要經過 到底他是不是那個真正的新聞 要必須要經過 一個禮拜內把資料送到立法院來可不可以 這個我是可以私下給你 給你報告 私下給我們是 私下給我們招委 給你報告 好 這個數字我們要 因為這個我們沒有經過這個 查證 確認 所以我不能夠代表官方的給你 所以 經過你們查證的有的數據 在一個禮拜內提供給本委員會 查證這個我給你報告 不是我們查證 好 那至少你們有掌握嗎 你私下跟我報告 你私下跟我說 你可以吧 大陸 謝謝 謝謝 非常請請坐 賴主委我再請教你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主題叫做 中國的採購團來台灣 那我請教你 在這幾年內總共有幾個省 幾個市 幾個特別行政區來過台灣 以省市的 我具體的 很抱歉我具體的數字 你們入圍會還在做比我們做立場比較少 我具體的是因為我 我跟你說啦 我告訴你賴主委 我發現你真的很多事情都狀況壞 總共有22個省 五個自治區 四個直轄室 兩個特別行政區 通通組團到台灣來過 對不對 賴主委 賴主委 賴主委不用回答 我數字來了 我已經幫你查好了 是22個省 賴主委 好 賴主委 應該我們有這個數據 但是加總的數據我現在沒有 賴主委 我再質詢你看我這邊好了 不好意思 我再請教你齁 鄭立忠來台 剛剛很多委員都提到過 齁 他走了台灣很多鄉鎮 請問鄭立忠來過幾次 你要看鄭立忠來過台灣非常多次 是因為每一次協商他都會帶斷 好 所以要看什麼性質 賴主委 賴主委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 這個辦法是不是陸委會主管 沒有要看哪一個是事業目的主管 這個辦法就是你們主管 只是裡面的分項是各個主管機關不同 我是不是可以請劉富他 你真的什麼事都狀況外 不是委員這樣講很不公平 怎麼會不公平 你自己的主管法案是什麼 你自己不清楚 我們就是主管你按人民關係條例 對啊 這個不是你們的許可辦法 不是你們陸委會管的嗎 來 主委 我再請教你 好啦沒關係啦 我也不跟你計較 是內政部移民署 主委 移民署管什麼 移民署管來的時候怎麼申請對不對 那也是他們管的 可是整個許可辦法是你們陸委會主管嗎 這麼簡單的事情 這個是移民署主管的 好那移民署來 移民署在審查的時候陸委會有沒有派代表 要看什麼就是聯審會 你們有派過啦 而且你告訴我是派科長 上次在業務 上次在業務報告的時候你就告訴我了 你們包括吳敦義要去博豪都是派一個科長去審查 如果是一般的案件我們就不需要 如果是要需要聯審會的 不是嗎 如果需要提到聯審會 因為陸委會就會在其中好不好 我們就來這樣查清楚 每一個申請來台灣的是不是都有一個專業項目 如果是專業交流的話 專業交流 會有一個專業的目的 請問你 鄭立宗最後一次來 他以專業項目來申請什麼 就是到就是有關農林 他是以農業的專業項目 農業吧對不對 請問賴主委 鄭立宗是不是農業人士農業專才 他是以經貿合作文化的交流 經貿合作文化是上一次 最後一次是以農業吧 所以你們經貿也可以來文化也可以來 交流也可以來 農業也可以來 結果是不是專業人士你們都沒辦法管理嗎 那這個就是我要告訴你的 今天我們討論主題 我們有多少人過去當政協 陸委會不知道 我們過去當政協的之後 我們怎麼會不知道 掌握是國安局不是你們 然後我們有多少 來主委讓我講完 主委讓我講完主席 主委讓我講完 我們有多少人去當政協的你們不知道 即使你們有掌握你們從來沒有裁罰過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 多少團來這裡你們也搞不清楚 結果這些都是規範在你們兩岸人民關係的 我的是哪幾個審室 主委 哪幾個室 哪幾個室 那我說我還需要再看資料 人家的人 你不知道 人家多少人來 你也管不清楚 你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規定的這麼清楚 結果你們都沒有確實掌握 難怪你會在那裡混 一天到晚就在像錄音帶念經 所謂的一國兩區 是根據憲法徵修條文第十一條 政府有責任把政策講清楚 我告訴你 憲法徵修條文第十一條 其實講得很清楚 是有關兩岸人民的往來 所以不要把這個 當作主權的爭議 無限上綱 謝謝